我真的很幸运 从一刚开始当了歌手 我碰到了我的恩师张雨昕 然后碰到我的第一个老板张晓燕 然后一路上 我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也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告诉自己说 我非常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只要清楚我自己是什么人 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就不会迷失掉 两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 几年后的我 我是否幸福啊 可能爱停在风中 等三月过出来 别人都懂 懂不懂 阿妹归为七年重返小巨蛋 连开十二场一票难求 把时光回溯到1992年 当时年仅20岁的阿妹 只是个从台东出发的北漂少女 在爸妈的期望之下 她参加了知名歌唱节目五灯奖 未免到四度五关时 却因为失误惨遭淘汰 原本已经决定放弃 但张爸爸鼓励她 已唱得比她们好 为什么不拿个冠军回来呢 于是阿妹再度挑战 果然五度五关成为五灯之星 可惜张爸爸那时候已经过世 无法亲眼见到女儿荣耀的时刻 我也要告诉她 我终于拿到了 因为她跟我讲了 说我第二次参加 她一定会看着我拿到五度五关 闯关成功后 阿妹却迟迟无法出片 开始在酒吧助唱 也遇到了她人生中 最重要的贵人 张晓燕与张雨昕 我跟我先生 还有陈俊彦老师 一起来看 对 我真的吓死 因为一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你们在 然后是我的那个乐团的乐手说 晓燕姐在下面 我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因为太恐怖了 不会 但那次听完你唱歌 真的觉得你 你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1996年3月 阿妹正式加盟风华唱片 7月就与张雨昕对唱 引起注意 所有无缘的人生 同年12月13日 在张雨昕的协助之下 阿妹发行首张专辑 《姐妹》出道及爆红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 baby 不管相隔多远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 baby 永远永远 尝爱这份感觉 嘿耶耶耶 你是 baby AD BOY 你的话让我开无奈 为 ��운 x2 让我对你说拜拜 張宇生接著替他製作的Bad Boy 成績依舊傻笑叫 將華語流行音樂帶進前所未有的境界 遺憾的是張宇生在這一年 卻發生嚴重的車禍去世 雖然師徒情緣僅兩年 但阿妹曾說 如果沒有張宇生 就沒有今天的張惠妹 寶哥對我在音樂上面的影響 是影響非常大的 從我初期剛出道到 到開始發專輯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目標 或是一個學習的對象 又像老師一樣 又像朋友一樣 我真的很開心 那個時候他在我身邊 我們錄音在一起 我們私底下討論音樂也在一起 然後表演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根已經扎得很穩了 所以接下來的這些事情 雖然他 我做的這些事情 雖然他不在了 我覺得多多少少在精神上面 都是會有一些些影響的 你是我的棒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外面的世界 再多紛繞 你依舊把單純擁抱 生命的旋律 越長越高 今晚聽我輕輕唱 失去了恩師 阿妹神話並沒有停止 他的首次個人售票演唱會 場場爆滿 前往香港 新加坡開唱 門票秒殺 展現絕對的高人氣 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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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廢話少說 牽手 牽手 我的熱情全都無休 牽手 牽手 犯人的步驟先跳過 牽手 牽手 我要緊也掛起台風 我可以抱你嗎寶貝 讓我最後一次這樣教你 你也不得已 我會小小的離去 WALA LAY 給我個擁抱 WALA LAY 夢想替我撐腰 WALA LAY 現在就擁抱 向前跑 敢做自己我最驕傲 WALA LAY 而MAY神也是人 出道至今也有害怕低谷的時候 2000年在前總統陳水扁的就職典禮上 唱國歌遭到中國大陸封殺 還被人質疑嗓子壞了 公開要他退出歌壇 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很多媒體這樣一訪問 麥克風就阿MAY什麼什麼 對 連問都沒問喔 他只是說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你這張專輯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安靜三秒 然後就大哭 就是可能有一天早上醒來 莫名其妙會哭會大哭 然後我忽然間發現那段時間我 好像看到鏡子 譬如說會有我自己的影像的時候 就是在那段時間會討厭 就是會盡量 盡量不要看到 所以我才開始尋求其他的幫助 就是試看看 因為我也不知道對我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後來我就自己 就是自己去開竅了 我想可能是因為我 有做好幾 有一段時間就是讓自己離開很熟悉的環境 然後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從零開始 對 2005年 阿MAY決定前往美國波士頓遊學 也因為這段經歷 她走出低潮 再次找回過去活力 身邊的人呢 就所有人都嚇到 嚇到 可是呢 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真正的嚇到的原因是 他們覺得 我只是想要離開一個禮拜 一個星期 我就會回來了 對 一定就逃回來了 就逃回來了 沒有那麼大能耐 OK的啦 好吧 就放你一個禮拜假又怎樣 對 好不好 OK 所以我那時候一去的時候 到了第四個月 他們是派人去波士頓幫我抓回來 第四個月妳有去上學校嗎 有啊有啊 那妳念得還高興嗎 很高興 我全勤欸 真的啊 沒有勤過一天假 沒有沒有 這麼棒喔 我跟妳講 那時候有那種下大雪 然後新聞是說 這是有史以來波士頓下最大雪 最大雪的一次 然後所有的那個什麼電車 什麼火車什麼 都停了 全部都停 我還是這樣穿雨鞋 這樣一直這樣走到學校 真的 大概快一個小時這樣 對 哇 很難想像 那妳的毅力超強的 可是我不知道 我到底在堅持個什麼劍 對 成為天后 絕非偶然 阿妹的毅力 就是如此讓人佩服 面對歌唱的批評 阿妹也總是以正面的態度面對 她曾說 無論是嗓音或者是其他 每次這些話題發生在我身上 就會被放得很大 如果我聲音處理得太沙啞 就會有人說妳應該清亮些 如果我唱得清亮了 他們又會說喜歡我啞啞的味道 我只能堅持唱歌 聽從自己的感覺 有眼會負荷 還是妳知道我 還是我 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許多 都莫個人就妳一個 想到妳想起我 胸口依然溫熱 故事情節掉了 主角對白掉了 該屬於之中的對角斜掉了 胸口沒有快樂 斷了吃個白個 無枯萎的藉口卻掉了 自2009年分身阿密特開始 阿妹再次登上巔峰 她信奉我喜歡什麼就唱什麼 不斷嘗試新的風格 就是做她想要做的 不僅如此 每每開演唱會阿妹都用心對待 從選歌舞台到對歌的編排等等 都親力親為 欲求將最好的自己展現給觀眾 慢歌全場大合唱 快歌全場爆嗨歡呼 在演唱會上用盡全力 我每一場我都當作 好像已經演唱會唱完了 就是最後一場這樣 我沒有再客氣的我的聲音 謝謝 當天空恨浪 當氣溫時長 你用巨大的堅強 走到地竿 當尖銳眼光 當刺耳生香 你用彩虹的浪漫 溫柔包裝 是阿妹對成就地位十里 已經不是靠獎項可以證明的 無論是不是她的歌名 相信人人心中 都有一首張惠妹 沒神之名 當之無愧 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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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差不多也是 對 差不多 國中的時候發片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只要看你眼一瞬間 哪怕是最後畫面 我的世界 因為愛過而完美 誰都不該離太遠 我願望問你 這個會有點傷人 但是是事實 傷人 好 那你可以降下去 媽在胎叫的時候 就在聽你 媽在胎叫的時候 就在聽你 你該將你的手交給下個最愛 我固執等待 反而是另一種傷害 彼此緊握的手鬆開 請擁抱更多未來